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且只花了260万美金的薪水 可谓性价比超高 而有一名球员的市录确实花了很大的功夫 中间也要广大火箭球迷大为光火 这个人就是禀皇卡佩拉 上赛季卡佩拉在保罗和哈登的帮助下打出了职业生涯最好的赛季 因此今年夏天他期望能够拿到过亿美金的长约 在和卡佩拉的续约谈判 钟莫雷给了几次报价卡佩拉都没有同意 这名球员和他的经济团队高估了资深的价值 但是最终却发现除了火箭之外 没有任何球队愿意给出报价 最终莫雷还是送给了禀皇一份9000万美金的大合同 成为千万富翁的卡佩拉可以说是如愿意尝 因为在很多球迷的严重 以他的天赋和能力 如果没有火箭团队的话 可能在NBA立足都很难 最近卡佩拉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谈到了他之前的队友前火箭主力中锋 现在的七彩队球员 德怀特霍华德 恰佩拉说道 霍华德 以前很有统治力快头很大 以前他在的时候 我看不到出头的日子 不过好在给我的机会我抓住了 如果当时是现在我的 我不惧怕和霍华德竞争 却 神 霍华德自从离开火箭队 之后一直辗转多支球队 都没有取得什么好成绩 即便上赛季在黄蜂曾经打出了30加30的神级单场表现 也就没能留在球队 今年夏天接受沃尔的召唤来到了七彩 这名前联盟第一中锋四次最佳防守球员 颠崩时期可以搭换了过朗詹姆斯的超级明星 如今已经在很多人眼中不值得一提 但是 很多球迷看来卡佩拉的言论 有些变阅老前辈了 因为跟霍华德鼻子会吃冰 的卡佩拉还不够格 有网友甚至觉得卡佩拉是不是有点飘了 并且还给出数据 2016年11月6日 老鹰魔兽VS卡佩拉 卡下20分4版3注二冒 2017年2月3日 老鹰魔兽VS卡佩拉 卡下24分23版3注二冒 2017年10月28日 黄蜂魔兽VS卡佩拉 卡下19分16版2注一冒 2017年12月14日 黄蜂魔兽VS卡佩拉 卡下26分18版1注三冒 可以说这三年里 霍华德面对现在风头正经的禀皇都 打出了统治级的数据 虽然签了大合同 卡佩拉实在是没有什么资本和霍华德相提并论 更别说和霍华德竞争了 对于这一点您怎么看呢 欢迎讨论